这不是地球 还是我的世界 我被选中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 但我可能会被谋杀 因为像我这样的神还有27个 所以我需要获得那个世界的生灵认可 并产生信仰 只有信仰的人数越多 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中获胜 否则等待我的结局只有死亡 男人名叫星云 是一款名为失落的世界的顶级玩家 在游戏中他发展科技 一举击败了排名第二的玩家霸决 成为第一个完成所有成就的玩家 就在他感叹游戏无聊时 一封神秘的邮件突然出现在屏幕上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成就 所以测试服游戏结束 失落的世界现在计划正式发布 玩家星云可以在正式服务前享受游戏 你是否要进入游戏 看着眼前的邀请星云没有邮误 果断点击确定键 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来到了一个废墟的广场 这让他非常疑惑 难道是在做梦吗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随后一个神秘的女人出现在面前 他对星云的所有信息两无止掌 看着一脸顾虑的星云 神秘人示意他不用紧张 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 伴随着他缓缓抬起双手 一颗蔚蓝色的星球飘浮在空中 难道是地球吗 但很快星云就否定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看过很多次那个大陆的景色 这款游戏 失落的大陆 而在场的众人皆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神 失落的世界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中的世界 这片土地因为过去的一件事被众神遗弃 在那个星球上 曾经灿烂的文明繁盛 不同的种族和墓相处 现在他们是时候迎接新神了 失落的大陆创建的墓 就是为那颗行星寻找合适的星后旋主 而它本质上就像游戏中的一样 只要通过努力让原住民产生信仰 你就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神 闻此星云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我选择放弃呢 神秘人也做出了解释 如果你现在放弃 你将会回到你的日常生活 并且你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记忆 一旦加入游戏就不可以退出 而游戏的结局只有两个 消失或成为那个世界的神 解释完规则后 神秘人示意他们有一刻钟的时间考虑 很快人数就剩下27个 星云也猜到了他们是 按游戏的最大人数邀请候选人 随后神秘人拿出了一份奇怪的卡牌 这就跟失落的世界一样 选择一个小区域开始你的游戏 而星云作为排行榜的第一位 是第一个选择卡牌的人 在拿到卡牌的同时 他也被传送到游戏的初始 可他却是非常郁闷 没想到作为第一个抽卡的人 运起了这么快 原来他抽到了 胜率最低的一小块昆虫区域 并且只能控制昆虫一类的东西 说是不幸但也是幸运的 因为这个位置处于 大陆的东部偏远地区 这就意味着这里很少发生战争 让自己有足够的发育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场吃昆虫的比赛 将是一个很好的气泡价 比如那些蛙人 但让他困扰的是部落的数量 作为第一个部落很难发掘 因为500个蛙人的数量太多了 并且自己的信仰值只有10点 对这群吃饱喝足的蛙人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他必须要找新的对象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蜥蜴人 他们也吃昆虫 并且没有水也能在这里生存 经过星云的仔细观察 一个受重伤的年轻蜥蜴人 吸引了他 这些是原始部落 想必他是在权力斗争中 被赶下台的 他越是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 越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荒凉的地区 连水都是稀缺的 更别说食物 可就在这时 蜥蜴人却变得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羚羊 年轻力壮的蜥蜴人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而老弱病残的 只能等他将肉都吃完 最后分到一小部分午后 但一些蜥蜴人却认为 不应该将食物分给快死亡的家伙 原来就在此前 他们遇到了剑食物 克拉克拉因为保护族群 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对此族人认为不应该放弃他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此刻的蜥蜴人已经全部休息 可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却被一阵声音吵醒 当他看清 没想到是一只蝴蝶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好像有事在召唤他一样 克拉克拉随即就跟了上去 带他来到山顶 发现了这里有堆积成山的假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难道这就是奇迹吗 在获得食物的恩赐后 星云也受到了蜥蜴人的信仰 因为这些蜴蜂是拯救他们的希望 而他也准备实行下一步计划 另一边的蜥蜴人部落 已经承认了是神的指引 并将他称为无名假虫神 再给部落获得这么多资源 克拉克拉在族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就在这时 他再次看到了蝴蝶的指引 但当其他人得知要前往的方向 是寒冷的方向时 却开始犹豫了 并打算让克拉克拉换一个方向试试 可他觉得应该要按照蝴蝶的指引 因为这片荒野里什么都没有 与其毫无目的地寻找 倒不如选择跟随神明的指引 而星云则在背后默默地看着 他们现在还缺乏信号 所以他也无法与他们进行干涉 如果他们相信我 他们将体验到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未来 克拉克拉按照指引的方向 很快就发现了一片沙漠绿洲 他相信是无名假虫神把他们带到圣地 与此同时星云的神性等级得到了提升 小区域bug的级别也增加到了二级 并获得bug祝福的加持 这让克拉克拉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得到升级的星云可以进入他们梦境 星云需要借助克拉克拉 帮他打造出自己的形象 随后一个牛骨头便出现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无名假虫神的样子了 第二天他就宣布了昨天晚上梦到的事情 他们需要猎杀一头野牛做出假虫神的样子 但族人似乎不同意他的做法 因为野牛群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 克拉克拉也肯定他的看法 所以他打算一个人去 闻此族人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示意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他获得了神的祝福 自己的伤势不仅痊愈 并且力量也得到了提升 伴随他投出镖枪 几十米开外的大树被静置洞穿 就在这时 一群野牛群从山下经过 克拉克拉知道这是神明的指引 随即孤身一人冲向牛群 明仅只是一枪便杀死了一只 见此其他人纷纷上前帮忙 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已经用牛骨头做了一个神的形象 并对其进行祭祀 感谢无名假虫神的馈赠 虽然这是一个草率笨拙的仪式 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因为星云的信仰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原来就在此前 星云用野草将牛群引到山下 以便给他们提供资源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们连小牛也吃了 在这个阶段 很难期望他们掌握与放牧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绿洲的人口支持度不是很高 最多也就几年 在目前的状态下 他们对农业或牧场一无所措 这段时间可能很难度 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去领入某些知识 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困难 因为有规则的限制又不能直接告诉他 很快星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克拉克拉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看到祭坛摇摇晃晃 好像是在告诉他们有大事情发生 就在他爬上祭坛时 发现远处有一只强大的部落朝他们等来 这是最原始的部落冲突 而我则是要指引他们走向文明 因为我是他们信仰的神 只有获得他们的信仰 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活下 在星云的指引下 克拉克拉的部落得到了强化 皮肤的颜色从浅蓝色进化成了深色 克拉克拉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祭坛发出了晃动 他认为是神明的指引 就在这时他发现了远处有一只部落朝他们的方向 从这些人的皮肤颜色推断 他们是克拉克拉以前的族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首领似乎很强大 因为他骑着一条恐怖的地面 看看这些人数 似乎整个部落都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原有的家乡已经被他们赶食带走 克拉克拉猜测他们可能是从这里进入 因为他们这个位置需要爬到山顶才能看清 但没想到他们巡逻的小队过于热情 提前暴露了位置 并警告他们不能从这里进入 首领也没想到会有意外的惊喜 看来这几个人有点不太聪明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紧张 这也可能是神明的安排 你是说他在考验我们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也许这不是一个测试而是一个任务 我认为接受和拯救是我们的使命 毕竟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 就在这时蝴蝶再次出现 这也是神的旨意吗 很难再想得更远了 但我会尽我所能传达你的意志 看着克拉克拉做出的行动 他似乎明白了星云的意思 克拉克拉的部落和蓝皮部落必须联合起来 为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让星云感到惊奇的事 在没有梦境的指引下 克拉克拉独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难道是意志力强的原因吗 因为他的意志力已经达到了14度 星云感到非常欣慰 克拉克拉如果成长为一个 具有高度自我意志的领导者 就可以自主地发展为你 而不是让玩家单独控制一切 他也可以更有效地表达我的意图 面对巡逻队的警告首领 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反而是想套出他们的领地有什么 克拉克拉缓缓走来并告诉他 有水资源和食物还有一位神明 这里是无名假虫神的领地 但首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随即示意他们赶紧离开这个领地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士兵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克拉克拉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不想和你发起战争 那些失去家园的穷人 可以投入神明的怀抱 你们就会获得神明的倦果 闻此首领大声嘲笑起来 你才是那个不知道如何算解人 克拉克拉肯定了他的答案 但你不认识神明 下一次地龙便朝他发起了进攻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克拉克拉知道必须要获得神明的祝福 此刻他正在祈祷着神明能赐予他勇气还有力量 没想到地龙的力量竟如此强大 仅仅只是一击便让他的长矛断裂 首领随即节节节地笑着 你可以去死了 星云在背后默默地看着 就在这时触发了任务 文明冲突 不同的部落开始接触 两个部落的经验值都显著增加 任务来的还真是千军以法 你已达成任务条件 你关注的部落现在已经成为你的领域 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 你是否要使用它 星云果断按下确定键 下一瞬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落在克拉克拉的身上 地龙的力爪也重重地朝他洗去 就在首领以为他已经被拍成肉饼时 却发现拍了个计谋 获得祝福的克拉克拉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避免的 但两个第二次 此刻的克拉克拉没有感到一丝畏惧 他就算是没有神力加持也能一个人解决手 但问题是他首先要解决这条地龙 地龙的力量只有87点 克拉克拉的力量只有30点 但他获得了祝福技能是强化肉身 现在的地龙已经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给他力量增强了一个地的神性 一个地等于普通力量最大功率的200倍 简单地说 现在克拉克拉的力量达到了600多点 这种巨大的力量差异 会让每个人都产生境外 仅仅只是一击便把地龙打败 他们知道 除了获得神明的祝福没有人能做到 但首领似乎还不服气 捡起地上的短剑就朝克拉克拉起来 没想到他这么执迷不误 克拉克拉随即给了一个大嘴巴 便晕死过去 下一个还有谁 见此其他人纷纷放下兵器投降 就在这时祝福的时间也到此结束 他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身体 刚才就感觉神明在自己身上一样 看着克拉克拉的表现 星云也是非常满意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正思考着该如何走 接下来的日子 因为新加入的人数是他们现在的六倍之多 他意识到这一片小小的绿洲 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口 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出去 才能繁衍出更强大的文明 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农耕文明 它的标志是农业的兴起和农耕方式的财力 而制造业的发展给他插上了一双加速的赤 在经历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之后 克拉克拉知道 如果没有恒定的资源补给 脚下这片绿洲坚持不了多久 为了文明能够更持续地发展 必须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他也意识到了在与另一道部落融合之后 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才 第二天他找到了懂得如何制造铁器的铁匠 并询问他制作兵器需要的条件以及材料 铁匠告诉他如果不是因为首领的故事 他以前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工具 因为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 烧木头来制造特殊的燃料 克拉克拉看着手中的短线若有所思 好的工具不仅可以更好地狩猎 还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略 我会考虑明天给你答复 在铁匠走后又来了一个断壁锡 原来他是听说了克拉克拉在长相当 所以他决定提供帮助 克拉克拉随即问了一个问题 你一定是在游荡 断壁笑了笑便给予了肯定 这是依据在四处游荡的老身体 寻找一个能接受他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看清方向 闻此克拉克拉感到非常好奇 是什么让他这么自信 断壁抬头看去 随即指着上面的天空 我的答案就在那里 不仅仅是天空 克拉克拉也猜到了是星星 断壁肯定了他的看法 虽然断壁也不知道 星星是否真的在运动 但他却能根据他们辨别方向 如果你知道星盘的路径 你就不会轻易地失去道路 看着浩瀚无垠的星空 克拉克拉也感到非常不满 所以断壁打算教他 如何辨别星空的位置 在断壁的认知里 星星是运动的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变化而变回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下子就到了大半夜 断壁表示明晚检查 他今晚学习的知识 在他走后看守地龙的侍卫 找到了克拉克拉 并表示今天给他食物后 他变得温顺蓄 原来就在此前 马农他对待任何人 都是非常狂暴 侍卫更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但在看到克拉克拉之后 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见到克拉克拉之后 地龙就瑟瑟发布 那种来自内心的恐惧 让他每一个动作 都变得小心翼翼 他吃下了克拉克拉 给予的食物 与此同时 克拉克拉示意 让他以后安静一些 随后马农就变得乖巧了许多 他知道 神明让马农活着 一定是有意义的 只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 但是为找克拉克拉 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中午给马农喂食的时候 让他得到了一个启发 既然可以驯服地龙 这么强大的生命 那么与他类似的小弟也可以 克拉克拉让他发表自己的看法 随后他指了指山下的野牛群 另一边的星云 也获得了任务的提示 克拉克拉的部落 注意到野牛群 获得放怒技能 据说人类历史 在某一时刻分裂成两个分支 一些人类负责农业 另一些负责迅务 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社会 但游戏里的发展方向都是一致的 各大文明的起源都处于大河流域 给农业提供了很大的变化 可星云选择的部落是蜥蜴人部落 他们拥有强悍的身体 以及环境适应性强 他们更需要的是田园而不是农业 现在只需要加以引导 他们就能更快地发展文明 制造业的发展 给他们的进程插上一双翅膀 得到了克拉克拉的支持 铁匠获得了炼制更强铁器的材料 克拉克拉 努力下 他们终于可以生产基本的铁器了 目前他可能比经过精心加工的青铜器更柔软 对于克拉克拉以前的部落来说 他们只能使用石器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但现在铁器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最让星云意想不到的是他 一个意外的收获 天文雪 当然 他还太原始不能称为天文雪 想必占星术更适合他 但在遥远的未来 他开辟出一条改变世界的道路 克拉克拉看着漫天繁星的夜空 他也明白了断臂为什么说星星是天空的向导 虽然看起来变幻莫测 但他们却能明确地给未来指明方向 在获得了锋利的铁器之后 克拉克拉决定让所有人听听他的谈 神明把我们带到这片土地上已经很久了 甚至还让我们看到以前的族人 是神明让我们活下来了 但那些被赶出荒野的人 他们会死在荒野里 神明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排斥 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误 因为这是神明的指示 所以我决定到黎明的时候 我们将离开这里 寻找更多的资源 随后克拉克拉示意断臂 给其他人传授看星星运行的知识 以及他们将要前往的地方 断臂指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黎明之后 当清晨的太阳升起 我们将前往太阳的右侧 连续走十天 然后沿着枯朽的湖窝 再向右走十五天 再沿着荒凉的山路和山谷小径走三天 最后我们会找到目的地 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 那里有着更多的食物以及资源 我们的部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一张胜率最低的虫族卡牌 我却要靠它成为神明 因为我知道虫族不仅拥有强大的体股 其繁殖和环境适应力更是无人能敌 只要我加以引导 他们一定会成为最强的文明 就在今天克拉克拉决定带领族人离开这片绿洲 按照星星的指引寻找一片新的家园 在独臂西指明了方向之后 克拉克拉便叫住了优尔 并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把眼流赤点 便对克拉克拉的询问优尔也是非常疑惑 以为是他做错了什么 而优尔慌慌张张地解释到当时并不是很饿 每个人都在努力捕捉眼 然而你一个也没吃 此刻的优尔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仅仅只是肚子没有感到饥饿 如果我不忍住 我不知道我真的饿的时候能不能吃它 我就是这么想的 文此克拉克拉对他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虽然你现在很想吃牛肉 但你必须为将来做准备 随后便询问优尔能不能坚持下去 只要我不饿死我愿意这么狠 很好 随后克拉克拉决定授予他们更大的使命 一支锋利无比的长枪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此众人皆是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以前就算是首领也很难拥有这么好的兵器 这是奖励给那些可以战胜自己食欲的人 每个人对他给予的奖励非常满意 这让没有获得奖励的人也想拥有 所以他们想做得更好 与此同时 克拉克拉拿起了一块牛骨头 并将它戴在脸上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知道 他们肩负起维护部落安全的责任 因为在这片荒野里处处充满危机 很快一只牛骨战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每一个人将无名假虫神记在心里 无名假虫神将与你同在 此刻的克拉克拉知道 这不是神明的指示 而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知道如果还在这里 用不了几年 他们就会重蹈上一次的结局 所以走出去是唯一的初误 请原谅我 亲爱的无名假虫神 蜥蜴人部落发生的一切 星云之道的一经二终 他知道克拉克拉一定会这么做 不然他也坐不上牧师这个位置 在他的帮助下 甚至还帮星云造就了一个新的个体 克拉克拉的等级也得到了加强 各项属性质几乎都翻了一倍 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很好 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从现在开始 你将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蜥蜴人部落在荒野里行走了三天 炎热的高温让地龙都无法坚持 看到地龙躺下众人纷纷上全查看 断臂之道想必他应该是太累了 见此刻拉克拉示意大家原地休息一段时间 此刻的克拉克拉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因为现在剩下的食物已经不多了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神明的另一个奇迹 就在这时前往前方探查的族人慌忙赶回来 并示意前方有其他族的人 上古时代留下的巨型蜢蜢 却被男人一击斩杀 只因他获得了无名甲虫神的诸位 而在杀死蜢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的腿卸下来砍生一口 嘎嘣脆 鸡肉的味道 就在此前 蜥蜢人部落在中途休息时 没想到还遇到了其他部落的人 哥布林对离开身后的地方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那里住着一个可怕的怪物 可就在这时他却是突然愣住 一群强大的蜥蜢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着他们手中的精锐兵器 哥布林马上就放下食促投降 随后交出了身上仅存的食物 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我们只是想快点离开那个侠子 到荒野里找点吃的 克拉克拉也好奇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离开 哥布林首领指着后面的高山 他们以前就住在那里 直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 而克拉克拉也在担心是什么 因为他出现在他们要前往的方向 星云看着发生的一切 这的确是一个难对付的怪物 巨型大蜈蜢增物 他的各项数值都比蜥蜴人部落的要强 并且拥有两颗巨大的毒牙 失落的世界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是消失前的神明创造出来的生物 在众神离开这里后就把他们留在了星辰上 片刻之后 哥布林首领便带克拉克拉前往 而克拉克拉也感到震惊 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怪物 他的一个呼吸就让山体发生剧烈的荒物 哥布林示意他们不用紧张 这是怪物睡觉发出的声音 随后克拉克拉问道 如果绕道走要花多少天 独臂表示至少要八天左右 闻此克拉克拉皱了一下眉头 星云看出了他的犹豫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连部落成员都害怕的情况下 绕道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你打算怎么做 克拉克拉就在这时 一旁的卓尔注意到了什么 只见他盯着上方的巨石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杀死蜈蚣的伴侣 于是他是一克拉克拉 我们必须要战斗 因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优势 原来他从之前铁匠那里的工具受到了启发 他使得铁匠比以前获得了更多的空气和更少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不遂吹灰之力产生巨大的能量 那个工具是一个工匠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 卓尔解释到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具 只需要几根棍子就足够了 画面一转 原来他想到了一个移动支点的办法 利用杠杆原理将千斤重的石头移动到怪物的上方 让石头滚下去把它砸死 这是一个简单的好主意 但要杀死这种级别的甲的类动力 如果所有的岩石同时撞击 它会有更好的效果 星云也不知道能不能将其击杀 但随着他们将杠杆撬捧 巨石便朝着蜈蚣飞快的走路 但蜈蚣察觉有异常 巨石已经来到他面前 郑重落在他的天灵盖上 却不料三块巨石没能将其杀死 仅仅只是将他的甲的击嘴 并且还把他激怒了 见此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加快速度 将剩下的石头推下去 但星云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 普通人很难把巨石移动 随后他便给克拉克拉再次降下注 在获得力量的一瞬间 克拉克拉一个人就将巨石顶到了半空 正是凭借肉身的力量把另一块巨石扔下 他知道蜈蚣可能会规避掉巨石的伤害 所以他决定对其进行干扰 只见克拉克拉朝着悬崖一跃而起 不断蓄力手中的长枪 静止朝着怪物的身体部位置出兵器 受到长枪的干扰后 蜈蚣来不及躲闪上方的巨石 在第一颗击中后 蜈蚣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 而第二块巨石则给予致命打击 星云对克拉克拉的表现也非常满意 这次的狩猎很成功 与此同时对话框提示 狩猎怪物 你的部落杀死了令人增悟的远古甲鞘类动 而星云也获得了狩猎的奖励 他一开始就想抓取这个东西 增悟的内带 每个神都有与其领域相适应的资源 虽然它可以通过消耗信仰来创造 但创造不存在的东西 往往需要不寻常的原料 如果我有这种内带 我就能创造一个生物 而生物是信仰资源生成器 通过它们的存在传播神明的话语 另外 如果把它提升到更高的等级 它就可以获得使徒或化身之类的提案 但不知道的是 它的创建方法是否与之前的游戏相同 而星云该如何处理这颗内带 另一边的卓尔正打量着眼前的怪物 随后便将它的腿拔下来 如果怪物的肉可以吃 那么将给它们部落带来巨大的补给 经过简单的尝试 卓尔确定这个肉是可以食用 但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 因为它的口感不是很好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岩石上的香草 如果用香草将它的味道进行覆盖 吃起必然比之前美味 香草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果然比之前好吃了许多 就在这时 卓尔询问起了克拉克拉 关于继承人的事情 他认为身为部落首领 也应该找一个伴侣 问此克拉克拉也是顿时愣住 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没来得及想 随后卓尔质问他 如果你从没认真想过 那我呢 就在克拉克拉准备回答时 一旁的黄金色光芒吸引他 是一块刻满符纹的金属 它应该是从怪物的背上掉下来 而优尔更是直接砍了起来 独必示意他这个东西不能吃 这个东西叫黄金 曾经他在外面游荡的生活见到 据说即使经过很长时间 他的颜色也不会改变或符 对不能吃的金属 优尔对美瑞的羚羊更感兴趣 克拉克拉看着手中的黄金挡块思考起来 一切都会死亡腐烂和消失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这块金杯不会腐烂 也就是说制作这个金牌的人 试图在上面保存一些东西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依然是坐在石块上看着金牌 他知道里面肯定记录着重要的秘密 就在这时一旁的声音吸引他 只见几只虫子在羚羊上面不断盘旋 好像在告诉他什么 而克拉克拉看出了虫子的动作 和这块石碑上的记号反向 他按照虫子的提示 刻画着金牌上面的符号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画面一转来到早上 克拉克拉第一时间 与卓尔分享了这件事情 随后克拉克拉刻画出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他 另一个则代表的是卓尔 准确地说是代表雌性和雄性 在两者之间加一个等于号代表的 成为伴侣的意思 而这也是克拉克拉想要说的答案 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蛙人 背后却是阴险狡诈 他们不仅献计抓到的小孩 还打算将蜥蜴人部落变成他们的独立 而他们之所以称霸森林 是因为得到了双头蛇的庇佑 克拉克拉杀死了巨型蜈蚣后 从他背后获得了一块克满神力符号的金牌 在星云的提示下 他很快就明白了符号的含义 并以此创造出蜥蜴人部落的文字 这些往往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才能得到结果 而现在发生在部落的早期阶段 对星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现在蜥蜴人部落正在享受节日的狂欢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次简单的寿命 但这却是蜥蜴人庆祝婚礼的方式 抓住最大的猎物送给佩尔 而星云也期待他们两人 会带领蜥蜴人部落走向怎样的位置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在保证了食物的补给后 克拉克拉打算离开这个地方 他示意哥布林首领可以继续生活在这 因为威胁已经被铲除 而哥布林首领也十分感激克拉克拉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想必他们只能在荒野流浪 随后他介绍起了自己的孩子 他对这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 所以哥布林首领决定让他帮克拉克拉带你 因为森林里面有着很多野兽和陷阱 画面一转 蜥蜴人部落发现了地上有一些奇怪的脚印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痕迹 随即询问经历丰富的断壁 而断壁蜥蜴眼就看出了这是蛙人的脚印 他们有好也有坏的 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种族 既然他们是来侦查的 那说明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争 从这里的脚印推断至少有5只以上 想必他们是一个比蜥蜴人还要庞大的部落 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先回营地 而他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营地扩大了一倍 并增派了许多侦查兵和边防人员 在确保安排任务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宫廷分配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克拉克拉知道 另一个部落一定在监视他们 在他们转换基地几天之后 并没有遇到蛙人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来确保部落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 星云相信没有多少玩家比他更成功 因为蜥蜴人部落不仅开展了蓄名 他们的住房生活方式也在迅速远变 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最令人着迷的是 他们很快就确立了文字的代言 这些字符在部落成员之间共享 通过传统狩猎标记与符号的结合 形成了一张原始地图 克拉克拉还记录了当天每个人的收获量 不仅提高了个人的效率 粮食的产量也得到了提升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而另一边的蝗虫群也在稳步增长 现在星云的昆虫领地已经达到了四季 这是一种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方法 因为其他大陆的昆虫在快速繁殖 我不应该试着从这种情况中过一吗 克拉克拉的能力和部落的地位 目前高于平均水平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 会比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威胁 就在这时优尔正慌慌张张地找克拉克拉 因为有蛙人上门拜访了 片刻之后一群蛙人便出现在他面前 秉承着和平共处的园子 克拉克拉也亲自前往迎接 在见到蛙人后他却是眉头紧张 因为他注意到了蛙人中近还有蜥蜴人 这让克拉克拉感到事情并不简单 难道他们是来求何道 到来后蛙人率先开口介绍自己 我是舒嫩 伟大部落首领奥罗伊之子 我们无意与你们部落对抗 而克拉克拉也向他们表示问号 我们蜥蜴人部落也没有要对付你们的意思 而蛙人之所以找上门就是为了告诉他们 蜥蜴人部落侵占了他们的领地 但克拉克拉却不这么认为 这里本是一片荒野 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记和蛙人活动的痕迹 如果我们真的占用了你们的领地 我为此道歉 但这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所以只能站住这里 随后便夸赞起舒嫩 看来你是满足下一任首领要求的最佳人选 你不这样认为吗 而舒嫩也是不禁夸 谈话的内容很快就被克拉克拉找 蛙人来的目的就像他想的一样 他们是被部落首领派来密切监视我们的 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居然还有别的蜥蜴人 这一点非常可能 我需要仔细收集他们的信息 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要请他们到村子相谈 为我们达成协议庆祝一下 就在舒嫩准备答应时 身后的蛙人打断了他 而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拒绝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只是简单地吃一顿饭 仅此而已 听到吃饭 蛙人便同意了他们的邀请 画面一转 克拉克拉就做好了一只烤全羊招待他 而他之所以留下蛙人 是因为他想弄清楚蜥蜴人和这些蛙人有什么关系 以及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但不能让蛙人知道他对此好奇 随后克拉克拉打算先和他套近 便好奇地问到他身上的羽毛 蛙人自信地解释倒是科加特里斯的羽毛 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 他们不仅体型庞大还带有部息 并且他们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克拉克拉也好奇长枪能不能击杀他们 闻此书嫩不屑一笑 随即让他们的蜥蜴人欧文把他的弓箭拿过来 拿过弓箭之后再让他到远处挂一个牌子 而克拉克拉也看出了端倪 但同时也给他制造了机会 在蛙人展示完自己的箭术后 克拉克拉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他故意把箭都放弯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欧文被叫过去把箭捡起来 克拉克拉以射箭为由自己过去拿箭 获得了与欧文单独接触的机会 在与他接触后 欧文一直在强调他们 蛙人互帮互助 而正是这一个行为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 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猫腻 曾经瀕临死亡的蜥蜴人 如今却成为部落的首领 他不仅把部落变得强大 更是让部落走向了文明 只因他得到了文明甲虫神的指引 就在克拉克拉带领胡人来到资源丰富的森林时 他们迎来了蛙人部落的造访 却没想到他们之中竟还有蜥蜴部落里 克拉克拉知道其中一定藏有秘密 在获得与欧文接触后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尽管克拉克拉示意欧文蜥蜴人比蛙人强大 可欧文却一直强调需要蛙人部落 没有蛙人我们就活不下去 随后克拉克拉让他忘记刚才的谈话 如果问起就说是询问剑术 画面一转 经过香草处理的羊肉蛙人吃得津津有味 并对此赞不绝口 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牛肉更好吃 舒嫩给予了肯定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抓到野鸣 而克拉克拉表示他们抓有活的 文此舒嫩也是一愣 见此克拉克拉说到可以用弓箭来换取 再考虑考虑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 我们部落的成员对蜥蜴人没有敌意 并让他看看欧文与他们相处的多好 随后他便叫住了欧文 并让他说说他在蛙人部落的待遇 文此克拉克拉更加警惕起来 他那么轻松地提起这件事 好像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事 如果之前没有仔细盘问他的话 想必现在他已经相信欧文说的话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效果 在简单的交谈后 蛙人就与蜥蜴人部落告别 舒嫩轻轻地拍了一下欧文的肩膀 可他却是显得非常害怕 这一切克拉克拉都察觉到了 这看起来不像是平等的人际关系 回到部落的蛙人果然开始盘问欧文 并让他说出克拉克拉与他的谈话 而欧文便表示只是询问关于弓箭的事情 可以旁的刀疤蛙显然不太相信 随即给欧文补了一脚 如果我不这样说他就不会相信我 并让他想学就要交学费 而舒嫩同意了他的看法 随后夸赞他做得不错 就在这时 蛙人让他看看困在岛上的人 如果你想让他们活命 那就听我的指挥 现在新的献祭对象已经出现了 闻此欧文便表示一定会听他的话 原来就在此前 欧文的部落来到这里时 蛙人也是发出了友好的邀请 没想到却是一个圈套 他们部落剩下不到200人 而蛙人却有1500人 只因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神明 一条体型巨大的双头蛇 黑龄部落的首领似乎是个强壮的战士 虽然部落里有600人 但欧文似乎不相信他们的实力 因为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用 只要他们被陷阱 他的孩子就能活下来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蛙人也没想到 他们真的能抓住野牛并将其圈养起来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拿弓箭来换 就可以把野鸣带回去 就在这时欧文却开口 表示交换物品时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因为他们对黑龄部落一点也不了解 随后便邀请克拉克拉到蛙人的村子看看 只要他前往就会给予他更多的资源 画面一转 克拉克拉正实验着自己制作的弓箭 但弓箭只有蛙人的一半距离 他知道现在虽然模仿的很像 但他们不知道弓箭的制作太阳 所以自然达不到真正的效果 随着蛙人的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 克拉克拉知道他们宣传的和平 实际上是在信仰的幌子下隐藏了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是想耍花招 问题是克拉克拉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动 所以蜥蜴人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此外 蜥蜴人部落还开始研究草药 并取得了很大的竞争 因为他们有懂得草药的医生 而两人也开始讨论起了欧文 卓尔表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他知道欧文一定是被蛙人胁迫 另一边 由于欧文没有成功邀请克拉克拉 正遭受蛙人的教训 随后舒嫩示意刀疤停手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魂此刀疤便将他一把推开 紧接着蛙人示意欧文要加快进度 因为他们准备提前祭祀 必须抓紧时间把蜥蜴人首领和战士 全部邀请到这里 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蛙人之所以要提前是因为 他们的组长已经病重 白色黏膜开始覆盖皮肤 并且黏膜覆盖的区域会继续扩大 直到蛙人不能呼吸憋死 欧文第一次听说 搔痒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他也好奇舒嫩为什么要告诉他 想必是蛙人在考验他 随后他表示不应该让黑灵部落的人知道 但舒嫩则示意他顺其自然 因为只是包不住火 紧接着欧文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跟他们说这个疾病也会传染蜥蜴人 他知道有一些要混一起会使皮肤发炎 闻此蛙人对他的方案给予了肯定 随即承诺他成功把蜥蜴人首领骗出来 就无条件放了他的海 所以你应该尽力说服他们 与此同时欧文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可以带一些弓箭过去 因为这样显得更有诚意 尽管蛙人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画面一转 蛙人再次登门拜访 并带来了很多的物资 而蜥蜴人部落则是用草药作为交换 但蛙人示意他们这还远远不够 随后再次提到了和平的信号 而克拉克拉早已猜到他们的目的 就在这时他提出了 只能和欧文单独谈谈的条件 文此书嫩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片刻之后 克拉克拉带领欧文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不出所料 欧文还是在宣传蛙人对他们非常友好 并希望克拉克拉放下指引 就在这时 一只蓝色的蝴蝶飞来 随后落在了欧文的头上 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 我们之间有很多怀疑和猜疑 但这一切该结束 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一切 一切为了部落 蛙人和蜥蜴人部落终于展开了大阵 而他们究竟鹿死谁手 在克拉克拉与欧文获得独处时 他告诉了欧文关于蜥蜴人部落的一切 看着地上画的符号 欧文也好奇是什么 克拉克拉解释到这些符号 他称为字母 他们都有不同的含义 这个符号意味着拒绝货 另外的象征着谎言和假 而欧文也好奇 他们能不能组合在一起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那就是不要说话 换句话说 他也可以表示真实的 这让欧文感到非常奇怪 克拉克拉为什么不告诉蛙人而告诉他 看出欧文心中的疑惑 克拉克拉解释道 是因为信仰 在我们蜥蜴人部落和青蛙人部落之间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和你之间的信仰 而欧文不情愿地说到 不用区分蛙人和蜥蜴人 但克拉克拉却打断了他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蛙人的事情 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复杂 我们非常了解那些被边缘化和被赶出去了 我和你经历过同样的遭遇 而欧文却变得非常敏念 他没想到克拉克拉竟能推断出一切 看着欧文的反应 克拉克拉知道他已经动摇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信仰的迹象 画面一转 此刻书嫩正夸赞欧文干得不错 因为蜥蜴人部落打算前往他们部落 而刀疤蛙人参观部落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蜥蜴人部落的大险 与真正的实际人数 没想到比探查的少了一倍 只有三百多人而已 这一切多亏了我们的大功臣 随即示意他想要什么 而欧文小声地说到只需要放了他的 但刀疤显然有点不太情愿 因为组长不会同意 书嫩则让欧文放心 我会记住你的承诺 画面一转来到傍晚 此刻的欧文非常犹豫 要不要帮助黑龄部落的人 克拉克拉看起来很自信 但挖人的数量太多 并且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用 更不用说战士们的秘密武器 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他们 可他内心却是把自己的想法都表现了出来 克拉克拉 你为什么要相信我 我只是一个江湖骗子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克拉克拉带着部落的战士来到挖人部里 书嫩第一时间出来迎接 并希望两个部落可以有好交流 克拉克拉也给予了肯定 但蜥蜴人部落的人士全副武装来访 他也做出了解释 因为担心途中会遭遇怪物袭击 书嫩虽然一脸微笑 但是早已预谋好了一切 等宴席的时候把克拉克拉灌走 然后再用毒箭将其射杀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四处张望寻找欧文的身影 书嫩随即示意他在那边准备宴席 而欧文此刻正在地上刻画着什么 想必他是在标注黑林部落战士的位秘 随后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 欧文和往常一样向克拉克拉打招呼 并提醒他只要黑林部落的战士做起 挖人部落的宴会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有趣的和平交流会议 克拉克拉看着地上的符号 早已经明白了一切 随后他也给予了肯定 并缓缓戴上牛头面具 示意战士们宴会开始 而战士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下一瞬他们手中的长枪 禁止洞穿了挖人的宫殿手 而挖人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动手 一瞬间被蜥蜴人战士打得溃不成军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一个也别放了 不到片刻 挖人的刺杀小队就被解决了一大半 剩下的一些落荒而逃 优尔随即汇报克拉克拉 想必接下来挖人就会用弓箭进行反击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 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 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只有他才能完成 另一边 此刻的舒嫩已经气急败坏 并问候了欧文全家 他没想到欧文会这么快就叛灭 很快挖人就集合了另一边的战士 表示蜥蜴人只不过是强弩之末 在数量上远远比不过挖人 所以只要坚持到增援 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 下一瞬进满毒液的弓箭 静止朝蜥蜴人戏去 只要他们擦伤一处 就会痛苦的死亡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蜥蜴人早已做好了准备 一只盾牌大军出现在挖人面前 挖人的弓箭根本无法伤及到他们分毫 见此舒嫩顿时呆愣住 没想到所有的弓箭都被盾牌改变了方向 而蜥蜴人打造的盾牌连长枪都无法动穿 更别说小小的弓箭 舒嫩随即示意他们继续放箭 阻止他们前进 可就在这时 一股奇怪的味道飘来 当他回头看去 没想到烟雾覆盖了大半个屏幕 而这样会使得他们的弓箭手精准度大大下降 原来这就是克拉克拉交给欧文的任务 偷偷潜入挖人部落的村子 拯救被困的同伴并将其防污点 欧文随即示意他们也要加入反抗的队伍 但同伴显然有点不太相信 欧文坚定地告诉他们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黑灵部落 他们一定会打败挖人 当挖人反应过来 没想到自己家被偷了 他知道是其他的蜥蜴人也认得叛变 舒嫩只能暂时撤退 但一旁的挖人战士显然不太同意 因为他们损失了很多战士 可舒嫩不会管这些 心里漫骂到你这个愁 如果这个部落的继承人陷入了危险 那么部落的一切就完蛋了 随后战士询问起了他 我们要双头蛇神明出战吗 但舒嫩显然不想动用这张底牌 难道没有更可靠的方法吗 当刀疤蛙看到村子着火时 他知道和蜥蜴人部落的战争已经打响 随后手下向他汇报舒嫩的情况 他们现在还剩下15人左右 刀疤想了想加上我们那么蛙人就有45 我们仍然有优势 紧接着他示意所有的士兵把剑粘上挖毒 前往支援舒嫩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草丛传来动静 巨大的动静让蛙人不孩儿立 这想必只有怪物才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下一瞬弓剑静直朝那个方向吸取 随后他们却是一脸惊 因为有一条巨大的地龙出现在他们面前 瓦农挡下了所有的夺剑 就算是吃掉他也不会中毒 还没等蛙人反应过来 瓦农就向他们杀去 一口便解决一个蛙人 但刀疤反应迅速地立了攻击 而马农也是精准地把所有毒蛙炫完 嘎嘣脆 鸡肉的味道 这让卓尔很适宜过 他们为什么要扔掉毒蛙 如果他们想毒死 马农想必是打错了饭盘 因为他获得了无名假虫神的祝福 这让刀疤万万没想到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 马农就像看着猎物一样盯着他 下一瞬便没了动静 另一边 蛙人从背后偷袭克拉克拉 但他却没有丝毫要躲闪的意思 仅仅一个甩尾就把弓箭击落 随后悠尔上前补刀 很快就剩下一个蛙人 而欧文部落的人也加入了战断 不过让克拉克拉感到奇怪的是 尽管形势如此紧张 但是他们的领袖奥罗伊却没有出现 纵观全局的星云嘴角微微上扬 那当然是因为 原来就在此前 他发现了一种黏膜病毒 他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死亡率 最重要的是 他只对两栖动物的黏膜有效 大约在克拉克拉决定离开圣地的时候 星云就在距离蛙人10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他 而他能把疾病转移到这里的原因 是这群甲虫的功劳 在星云投下病毒后 他们的首领便消失了 而首领却相信用献剂活人能够治病 所以便把蜥蜴人抓了 但对他一点帮助更远 现在他准备再次把这些小孩献剂给双头蛇神 请求他把所有的蜥蜴人杀光 画面一转 欧文疲惫地找到克拉克拉 看着欧文慌张的样子便询问他有什么急事 欧文示意他赶紧前往湖中央的小岛 因为他们在用小孩献剂双头时 神也许不能治愈他们的病 但是你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一气 文慌克拉克拉表示需要从长进一 因为他们的人全在岛上 当我们到达小岛时 我们将无法抵抗蛙人的弓箭 并且可能会在路上遇水袭击 而欧文恳请克拉克拉帮帮他 因为我的儿子被当成了忌铁 下一瞬克拉克拉眼神变得犀利 十分愤怒地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这个笨蛋 你应该早点相信我 我不相信这些粗笨的青蛙所信仰的神 我相信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他 如果那个神出现并攻击我 我会告诉你怎么撵碎那个神 但是为了救孩子 你不应该早点说吗 克拉克拉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他一早知道舒嫩的意图 他就能想到应对之策 另一边 听到蛙人的召唤双头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伟大的神 请惩罚那些黑灵蜥蜴 欧文从远处观察着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但克拉克拉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这一次我们没有地形优势 只能面对面和他进行较量 我们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 才能拯救那些孩子的性命 就在这时 一只蝴蝶从一旁飞过 他随即示意欧文抬头看了 你相信奇迹你 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众人面前 克拉克拉之道是无名假虫神 双头蛇与螳螂的神明之战 大战一触即发 在蛙人首领召唤出双头蛇时 他祈求神明帮他处罚黑灵步入 神啊 请收下这份祭品 请把那些黑色蜥蜴人全都杀了吧 可双头蛇并没有理会他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如果是平时 从祭品开始他就会贪得无厌 当拉人抬头看去却是一脸惊怨 只见后方有一只巨大的螳螂在盯着他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神明吗 双头蛇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感受到危险的双头蛇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原来这是星云创造出来的生物 拉蒂斯用上次获得的增物内单和信仰值 拉蒂斯看起来就像一个螳螂 但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没有玩家能比我更快地制作创造 与此同时双头蛇发起了进攻 锋利的獠牙朝螳螂袭来 但却被拉蒂斯一把抓住 而躲在蛇身下的蛙人只能四处逃散 蛙人族长更是差点被双头蛇碾死 就在这时 蛇的另一个头也发起了攻击 但在螳螂的镰刀面前 双头蛇就如同切菜一样 被分成了两半 随后拉蒂斯发出一阵空旷的声音 一条小水蛇也敢自称神明 你只不过是一种动物 现在我将把你献祭给我的主 帮你赎清你的罪血 伴随着镰刀划过 双头蛇便伸手一触 就这样挖人信奉的蛇神隐恨西北 拉蒂斯的各项属性足以碾压双头蛇 看到双头蛇被解决 黑灵部落传来一阵欢呼声 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感激无名假虫神 看着拉蒂斯的表现星云很是满意 他看起来也很庞大 但却连一小块地方都用不上 因为他可以收藏到召唤空间中 而随机附加拉蒂斯身上的力量技能也不错 大大增强了他的镰刀属性 与此同时 星云再次获得了一颗内单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 因为这个内单可以创建一个领域 星云随即点击了确定键 可消息框却提示他无法使用 因为这里有淡水的原因无法使用该领域 星云只能暂时先放一放 想必有一天能用到 另一边 奥罗伊此刻已然呆愣住 他没想到双头蛇神就这样被打扮 在他面前所有的挖足战士 变成了不敢站出来的胆小骨 与此同时 拉蒂斯示意星云 主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星云随即表示做得很好 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下一瞬拉蒂斯便消失在众人面前 一切都安静下来 克拉克拉 你不会坐以待毙吧 蛙人正乘船向上村子驶去 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了蛙人 克拉克拉是一众人 今天我们要取得完美的胜利 并询问有没有人愿意带他们到蛙人的村子 而欧文第一个站了出来 我完全可以担任这个任务 就在这时 一旁的灰灵蜥蜴人提出了请求 请让我们也帮助你们 克拉克拉手里 但克拉克拉表示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 因为你们不是战士 可他们却觉得并不是只有战士才能杀死蛙人 蛙人把他们的孩子和家人都献祭给了双头舍 现在他只是想给他们报仇 克拉克拉也看出了他们此刻非常愤怒 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权利 所有寻求复仇的人 我将与你们同在 结束了 蛙人和蜥蜴人部落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 在螳螂以绝对的实力拧压双头舍后 蛙人只能落荒而逃 得到无名甲虫神的帮助 克拉克拉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登上蛙人的道路 拯救那些被献祭的孩子 只见所有的蜥蜴人快速渡过湖水 索性他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欧文也得以和儿子团聚 克拉克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紧接着他示意幽儿准备好船只把小孩送中 然后带着灰灵部落的骑士到村子后面 给蛙人制造混乱 闻此幽儿也明白了克拉克拉的意图 你的计划是要同时击垮两个村子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刚才发现了神的另一种祝福 我们的黑色灵片在月光下就像一团迷雾一样 可以迷惑敌人的事业 片刻之后 此刻的蛙人部落乱成一团 他们各自做好了逃跑准备 还没等奥罗伊缓过神来 蜥蜴人部落已经乘胜追来 他也没想到蜥蜴人会来得这么快 尽管蛙人手里拿着弓箭 但在黑灵部落的长枪面前 他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克拉克拉很快就杀到了蛙人首领面前 这一切该结束了 然而此刻的奥罗伊还在幻想着双头舌拯救他 我献祭了这么多鸡皮 伟大的神救救我吧 伴随着克拉克拉挥动手中的长枪 奥罗伊罪孽的一生就这样结束 现在你的神已经没有了 另一边 舒嫩也意识到大势一局 虽然我们人多是种 又有毒弓箭 但没想到黑灵部落对毒有耐心 投毒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就在舒嫩寻找逃跑的机会时 克拉克拉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 见到克拉克拉舒嫩已经被吓得瘫倒在地 随后克拉克拉示意他像一个战士一样来一场决斗 拉起你的兵器守护作为战士最后的名誉 可舒嫩却疯狂对克拉克拉磕头认错 并打起了感情牌 念在昔日的情分 能不能放我一马 我也是被父亲威胁的 眼看行不通 他表示可以分享弓箭的秘语 可以把弓箭制作的材料告诉 闻此克拉克拉来的兴趣 他的材料是什么 舒嫩开心的表示是青筋 这让克拉克拉眉头紧张 随后质疑的问道是什么洞 这让蛙人变得支支吾吾 看他的表现 克拉克拉已经猜到了一切 就在此前 舒嫩在来访蜥蜴人部落的时候就有提到 制作弓箭的材料只有他们才知道 并且表示蜥蜴人很容易获取材料 但蜥蜴人部落试了很多材料都无法完成 克拉克拉现在明白了他之前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杀了几百蜥蜴人就是为了这个 随后克拉克拉把杖营拉开 示意他可以走了 我们之间没有恩怨 我答应你提出的交易 走吧 舒嫩 闻此他没有犹豫转身就向外跑去了 他还开心的以为可以捡回一条命 欧文也非常疑惑 真的要放他走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我和他之间确实能多什么 但得问问我手上的同胞答不答应 一个古老的遗迹 竟让蜥蜴人部落获得学习魔法的机会 而他们是否会走上一条与科学对立的道路 在克拉克拉示意舒嫩可以离开时 舒嫩毫不犹豫地逃离 他非常庆幸捡回一条命 无料一只弓箭精准地穿过他的脚掌 蛙人顿时感觉疼痛感息便全身 回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灰灵部落的人也赶过来 就在他准备再次逃跑时 蜥蜴人果断给予了他致命一击 至此 蛙人与蜥蜴人的战争就此结束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在经过多日的练习 克拉克拉的箭术已经愈发精进 并且弓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良 可仍旧有所欠缺 因为虽然用新的材料代替了弓箭 但是稍微多拉一点弧度弓就会折断 要是有能强化弓壁的材料就好了 欧文解释道 在这片森林已经没有比它更坚固的材料 虽然外人使用的也是这种材料 但弓箭根本承受不住蜥蜴人的力气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现在它们不能紧紧紧陷于这片森林 因为冬天也快到了 如果想要喂饱饲养的水牛 就必须让一些人搬到温暖的地方去 欧文也同意了克拉克拉的看法 牛群需要大量的食物才能吃饱 并且寒冷的冬天也不适合小牛的生存 随后克拉克拉询问起了关于逃跑的蛙人 欧文表示基本上已经被歼灭 而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就在欧文准备开口时 一旁的洞警打断了两人 卓尔也好奇小孩躲在树后面干什么 随即就凑了上前 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而卓尔的出现也吓孩子一条 你是来找克拉克拉首领吗 与此同时 掉在地上的东西吸引他 卓尔好奇地将其捡起 是一块捡一的手工木雕 克拉克拉看出了这是他们的守护神 随后他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木偶 并对小孩的杰作给予了鼓励 你已经把他做得很漂亮了 听到克拉克拉的夸赞 小孩也十分的开心 这是送给我们伟大首领的礼 欧文也示意他安心收下 村子里的孩子都喜欢制作这种手工品 并进行交换 卓尔也好奇地问到村子里很多这样的东西 小孩点了点头 因为是守护者救了他们 所以他是所有小孩的偶像 克拉克拉也觉得这个做法不愧 并示意欧文可以多制作一些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伟大的守护者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想起刚才欧文还未说完的话 原来欧文在追击蛙人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神秘的洞穴 闻此刻拉克拉也非常好奇 随即让欧文带领他们前往 片刻之后 一个山洞出现在众人面前 蛙人藏在这里后就被一网打尽 欧文觉得这里很神秘 所以他觉得其中应该隐藏秘密 克拉克拉见到神秘的图案也顿时意尽 他也好奇这种坚硬的时候是如何雕刻这么进行 并且还惊奇地发现图案和昆虫背后的狠线 只有在纵观全局的星云知道 这是一个远古遗迹 古代遗迹种类繁多 在废墟中可以获得古老的支持 也可以发现奇迹 其中有些物品具有重要的功能 甚至有些遗迹则能产生魔法 因为遗迹中的特殊资源或神秘祝福的遗迹 一般都是被固定在某个特殊地位的位置 蜥蜴人部落目前文明程度还很低 对于游牧的蜥蜴人部落来说 他的价值就没那么高 尽管他的概率很低 星云也希望他不要是魔法遗迹 伴随着克拉克拉推开视频 一道耀眼的光从里面射出 是谁将我唤醒 陌生的客人 欢迎来到魔法的世界 克拉克拉再次迎来的新的属性 骗属 具有辨别他人说谎的能力 面对古代精灵的诱惑 他果断地提出了剧情 在蜥蜴人部落发现远古遗迹后 克拉克拉无意打开了一条通道 发现在古废墟里 还有一个秘密的空间 空地的中心是几十米高的拱式 它们乘机自行向下延伸 与此同时卓尔示意克拉克拉 我们是否需要向无名甲虫神请示 克拉克拉觉得这些小事 不应该麻烦神明 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 就在这时 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浩浩荡荡的声音 只见在下方有无数双眼 一在盯着它们 带众人看清 没想到是一群体型巨大的老鼠 克拉克拉感到非常迷惑 真的有这么大的老鼠吗 卓尔示意它这应该是海里鼠 之前在路上我们吃过几次 但一般的海里鼠伸长约60厘米 可克拉克拉看到的海里鼠伸长约1厘米 这意味着它的体重将达到数十公斤 此外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它们的注意 海里鼠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 更不会用牙齿对着别人 克拉克拉随即给它们取了一个简单的名字 想必鼠怪更适合它们 正常的动物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人类产生敌意 事实上它们通常会逃跑 但鼠怪却有目的性地冲向人类 克拉克拉意识到了它们可能是这里的手 随即让众人做好战斗准备 下一阵鼠怪果然发起了攻击 但在蜥蜴人部落的长矛面前 鼠怪很快就败下阵来 剩下的只能匆忙逃窜 克拉克拉看着体型巨大的鼠怪 我们应该可以吃这些东西 卓尔看着鼠怪若有所思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圈养起来 就像野牛一样 随后欧文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可以我认为养医也是可能的 克拉克拉表示 鱼不是会自己消失吗 在克拉克拉曾经生活过的沼泽和池塘里 鱼会随着被吃掉而逐渐减少最终消失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曾经和蛙人住在一起时 他知道在大的池塘里不是这样 鱼会产卵并繁殖出鱼苗 在繁殖季节 蛙人会警告我们不要赌 就在这时 一个拿着鼠怪的战士尖叫起来 克拉克拉迅速转过身 示意他怎么样了 战士痛苦地握着他的手 他的一个手指有点烧焦的胃 克拉克拉查看了他的手 没有发现被咬过的痕迹 战士表示我只是碰了碰他 我就感到了痛苦 而鼠怪身上环绕着一股滋滋的声音 克拉克拉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 突然就感觉一指一两袭变全身 会使人全身麻痹 卓尔紧张地问到有没有受伤 克拉克拉握着背垫的手 示意他不用担心 只有在背后看着的星云知道这是什么 最不希望看到的魔法人机 神性并不是失落的世界中唯一的力量来源 上次星云获胜就是使用了核武 这是技术而不是神力 在中世纪之前 神性和科学的发展是成正义 而在现代他们变成了负相关 当人们对他们的神变的功成时 他们往往会扭曲科学 另一方面当人们精通科学技术和知识时 他们就不会那么相信神力 在失落的世界里 与神性和科学并存的是魔法 魔法与神性也成负相关 但与科学不同的是 魔法与神性的负相关从一开始就存在 这是因为魔法有它自己的力量 在古代任何使用强大魔法的人 互物都是不可辜到 那些拥有魔法的人会被视为神 因此那些人不会相信神力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魔法力量自然开始减弱和衰弱 但并非所有的魔法会与神性对应 因为星云曾经也用魔法取得了几次胜利 所以想要获得游戏胜利 重要的是不仅要利用神性 还要平衡科学和魔法 星云很清楚这些规则 如果有必要是他会使用魔法 但让星云没想到的是 会这么快就获得接触魔法的机会 经过星云查看的消息显示 这是一个恶魔魔法遗迹 他会赋予个体学习魔法的能力 这种影响不仅适用于取得成就的本 特别是像克拉克拉士族这样的士族社会 士族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恶魔魔 但这也是最危险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魔法传给后代 而魔法会一代一代的变得越来越强大 直到最后诞生一个强大的法师 最重要的是 因为法师的力量来源是古代的恶魔 而不是神明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神性和魔法会发生冲突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魔法确实有较低的圣语 因为新手会被成长起来的法师推翻 但与纯神或神魔混合相比 它仍然处于较高的影响 与此同时 一个类似魔鬼鱼的不明生物 出现在克拉克拉面前 访问者 你想拥有那种力量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定义 但克拉克拉并没有对其理 地旁的卓尔示意它现在状态不好 还是要回去做好万全准备 克拉克拉同意了它的看法 随后表示用长矛将鼠怪带回去 而它也注意到 只有自己能看得见这个声音 魔鬼鱼表示 它是守护这个地方的精灵 只有力量强大的人才能看见它 你只需要在心里想 我就能听到你的对话 克拉克拉随即问到 刚才说的力量是什么 不愧是古代遗迹的精灵 一下子就把克拉克拉带进去了 星云也在犹豫 要不要给克拉克拉提个醒 如果星云不提醒他 以他的性格 他会走到补废墟的尽头 但星云最终决定不警告 因为当他再次检查 克拉克拉的数据时 他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属性 骗术 可以辨别他人的欺骗行为 并提高警惕 他很可能是在克拉克拉 他击败蛙人部落时出现 如果他有这种能力 就让他去做 因为有一种方法 可以同时获得神性和魔法 不会受到惩罚 所以星云决定 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此刻的魔鬼鱼 正解释着刚才的力量 它的名字叫做雷电 能融化生物 闪烁太阳般的光芒的力量 我可以点你 问此刻拉克拉 给予了感谢 如果你肯给我 我很乐意收下 而魔鬼鱼则是画风一转 想要获得它是有条件的 问此刻拉克拉 随即把头一拟 刚才我怎么没听说有条件 见此魔鬼鱼开始慌起来 紧接着表示条件很简单 只需要你有力量就可以 克拉克拉就起了眉头 当你开始交易时 首先说明交易条件 你需要确保传达出 你能给我什么 以及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害怕克拉克拉就此离开 魔鬼鱼连连表示抱歉 克拉克拉随后 示意它条件是什么 如果你还隐瞒什么 就不会再有下次对话 我仅凭开局获得的重组卡牌 就让蜥蜴人部落 对我产生信仰 在面对古代精灵 给予魔法的诱务 他们不仅提出了拒绝 甚至还说服了精灵 信奉无名假虫神 只因我是他们 唯一信奉的使命 在克拉克拉察觉到 精灵在欺骗他后 他对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如果接下来还有隐瞒 他将直接离开这里 随后克拉克拉便询问 获得力量的条件是什么 精灵离克拉克拉更近了 因为他的能量在慢慢减少 我被封在这废墟里 这让克拉克拉很适宜 紧接着精灵解释道 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 自由飞翔 但无法离开这里 只有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才能恢复自由 克拉克拉询问道 要做什么才能破解封印 很简单 只需要你将下面 看守我封印的生物解决 你就会获得力量 而克拉克拉也好奇 力量是不是指那些 鼠怪所拥有的 看到克拉克拉感兴趣的样子 精灵给予了卡丽 当然 但他们身上的电力微乎其微 你可以通过不断地使用 它来训练这种力量 它会变得更强 甚至让力量降下了一点 力量上的成就 不会传承下去 但和你有血缘关系的 后代不断训练 它们可能会变得 比你更加强大 本此克拉克拉 感到震惊不已 但为什么拥有 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还是被困在这里 这是因为我的力量太强大 人们远离危险的物品 如果他们不能远离它 他们就会把它束缚起来 克拉克拉的脸变硬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刚才你自己表明了 自己是危险的存在 克拉克拉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在隐瞒什么 或者拥有这种权力的 坏处罢与好 我要再说谎话 我请告你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把这个煽动的入口 让任何人永远都找不到 这个遗址 并仅是我部落的 所有后代永远不要进入 心灵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慌状态 心灵看出了 他的智商并没有那么高 然而 对于进入恶魔废墟的人来说 要抵挡住 精灵的诱惑并不容易 不出所料 克拉克拉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获得了新的能力 随后魔鬼于缓缓到处 在遥远的过去 我是统治过这个世界的存在 我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恶魔 我们的存在早已被人遗忘 就连诸神也不记得他们 我也想不起我的出身 当我恢复意识后 就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 文此克拉克拉表示 你也是一个可怜之人 紧接着精灵说道 一种来路不明的力量 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 因为来源不明 这让人们相信力量只属于他们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碰巧得到了他 一旦他们开始这样想 他们就会看不起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克拉克拉觉得有点难以理解 但还是点了点到 想必之前的蓝灵首领和奥罗伊 就是那样的情统 恶魔魔法也会让人变成那样对吧 精灵对克拉克拉的看法 给予了肯定 但我的力量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拥有力量的人只是偶然决定 克拉克拉试图预测 如果他获得这种能力 就发生什么 这种恶魔的力量 似乎不同于神明点的东西 神的力量只赐予神选择的人 并由神决定 相反 如果一个人不配拥有这样的力量 其他人就会极度和羡慕 如果权力越来越大 就会有人蔑视神 克拉克拉明白了 为什么他是危险 但这种力量绝对是强大而有吸引力 并且也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略 如果能将力量加以条件限制 那他将有利于部落的发展 随后克拉克拉同意了精灵的情绪 但是有几个条件 虽然力量在无差别的扩散 但如果有需要 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仪式拥有预养 如果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不把力量无差别的分配 而是分配给某些被选中的人 精灵点了点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克拉克拉微微一笑 这不是重要的部分 如果人们认为这是神明的恩赐 那么从那时起它就是 被选中的人会认为是神赐予了他们力量 他们自然会对神明产生信仰和前场 这样人们就不会违抗神明了 精灵试图反驳克拉克拉 但想不出要说什么 克拉克拉所说的也适用于失落世界的体系 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认为 他是偶然给予他们的 那么获得信仰点数就会受到惩罚 相反 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 误以为他是神给他们的力量 那么他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的信仰点数 随后克拉克拉将目光投向精灵 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你也要相信我们的神 文子精灵顿时一乐 什么 我可是魔狱的精灵 是比你们的神更古老的存在 克拉克拉示意他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接下来你以后要做什么 随后精灵慢慢平静下来 但他觉得神明不喜欢恶魔魔法的精灵 克拉克拉皱了皱眉头 不要把我们的神当做你的标准 无名甲虫神对有用的人很慷慷 而你看起来足够有用 你们的神明真的会接受我吗 所有了解他的人当中 我是最了解他愿望的感 文子精灵便下定决心 随后他叫住了克拉克拉 并说出了他真正的名字 事实上 我在一些事情上对你撒了谎 我不仅被困在遗址里 守护着这个地方 废墟的挑战者必须打败的手 他也是在我的统治之下 我控制着遗迹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为了测试你的资格 我骗了你 你难道不生气吗 克拉克拉摇摇头 他早就预料到 宽恕不是战士的美 但我身为部落首领 宽恕与理解 确实是部落首领 必须要有的东西 想必你在这个潮湿 又阴森的地方待得久 性格就会变得有点孤僻吧 你出去以后 需要看一些更美丽的东西 然后普子问他 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 克拉克拉嘴角微微上扬告诉他 那么测试结束了 我将接受你提出的所有条件 你也同意这个交易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当然 与此同时 星云面前出现消息窗口 一个恶魔魔法精灵 想要臣服于你 如果你接受 你将收到恶魔魔法区域雷电 你愿意接受吗 星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键 这就是能克服惩罚 得到魔法的唯一方法 将恶魔的魔法 转移到神的信仰上 克拉克拉在没有获得提醒下 竟然想要这 星云对他的做法很是满意 也许能预见你是彼此的信仰 画面一转来到九年后 一座牛骨砌城的碑出现在面前 高得足以从远处的荒野中看到 这座古塔建在克拉克拉 第一个建造的旧塔的上面 不仅是用来表示 对无名假虫神的信仰 现在也被用作一个里程碑 蜥蜴人正给眼前的人类 讲述着蜥蜴人部落的事情 在听完他的故事后 男人也好奇地问到 闪电是什么颜色 蜥蜴人回答倒是蓝色 就在两人想继续聊天时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 没想到是猎狗部落的人 男人紧张地问到 接下来该如何做 因为他们可能是撒尔凯特的人 蜥蜴人部落和猎狗部落 信奉不一样的实力 欧文一脸厌烦地低下头 如果他们真是萨尔凯特的 自然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蜥蜴人部落再次迎来了加强 库尔卡 一种非常迅猛的生物 是蜥蜴人部落通过杂交获得的物流 也因此他们拥有了荒漠里最快的骑兵团 让部落成为北部最强势力之一 在欧文发现了 有一群猎狗部落的人之后 他果断地拿出了弓箭 打算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教训 下一瞬一股雷电之力 就附着在弓箭之上 而此刻的猎狗部落还未察觉到危险 突然间一只弓箭就出现在他们跟起 见此小弟连忙表示有鄙息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雷电就从天而降 顷刻间他们全身变得强大的电流覆盖 该死的 是蜥蜴人部落的人 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欧文很是买 而一旁的人类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随后猎狗部落的人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 顺便更正一下 我的名字叫欧文 我此人类也是顿时愣不 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重要的人 随后欧文从胸前拿出一根棍子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我的力量 棍子的末端是圆的并且里面露空 当他呼气时一股白烟从他嘴里冒了出来 人类猜到了那是一个烟斗和烟草 被选中的黑灵蜥蜴人使用了仪式工具 他们使用法力后需要抽那种草药吗 那人等着欧文把烟草抽完 欧文注意到人类充满了衣物 如果好奇可以问我 于是人类开口问道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为什么要独自在这片荒野中过着艰难的生活 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地方 欧文轻轻地吐出了一口烟雾 这也是有原因的 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这让人类更加疑惑 可吸引人对你很尊重 欧文再次吸了一口 我曾经背叛过很多同胞 但有人给我指明了一条路赎罪 通过故事和文字传播无名假风声 和部落首领赫拉克拉的名字 这是我选择的赎罪之路 人类示意欧文 即使你不这么坐在这荒野上 没有人不知道黑灵布 赫拉克拉首领就更不用说了 紧接着欧文便询问起他的名字 你难道也是流浪者吗 人类抓了抓自己的胡子 我不是流浪汉 我来自自动城 自动城是一个孤立的山谷 位于荒野的西南端 自动城也是猎狗部落和黑灵蜥蜴人密切关注的领域 所以你是自动城领域的使者 人类给予了肯定 我要去拜访黑灵蜥蜴人 转达自动城之王的话 欧文对此感到非常抱歉 原来是我们的客人 与此同时欧文吹响一声口哨 随后从远处跑来了一只两米五高的鸡头冠 人类见此大惊失色 难道是科加特里斯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这是科加特里斯和鸡的杂交品种 这可把人类看得疑乱 他不知道蜥蜴人部落是如何做的 而欧文决定亲自带他去见克拉克拉首领 但作为回报你得全程听我讲故事 画面一转 只见一只浩浩荡荡的蜥蜴人军队正朝前方走去 而领头正是他们的首领 克拉克拉 随后一个跑腿的男孩朝克拉克拉说道 独臂老者说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 文此克拉克拉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他还有很多话要跟克拉克拉首领交谈 于是克拉克拉示意队伍就地扎营 随着克拉克拉的喊声 在其他队伍中间的每个蜥蜴人战士 都向所有其他蜥蜴人重复他的话 看着一脸心事的克拉克拉 卓尔示意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随后克拉克拉告诉了他关于独臂的情况 卓尔也感到非常难过 这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夜晚 老蜥蜴人为克拉克拉和黑灵蜥蜴人做了很多事 人们给他起了很多名字 长者 独臂蜥蜴人 向导 还有补星人 他通常被部落成员称为长老 片刻之后 克拉克拉来到独臂西的帐营 并询问着他的情况 大夫感到非常抱歉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卓尾迷迷糊糊地张开眼睛 我很累 我想起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去过很多地方学习 因为我少了一条手臂 以至于我流浪了很久 直到遇到了首领 独臂示意克拉克拉不必难过 每个西人都会有这一天 克拉克拉缓缓坐在床前 所以我决定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奢侈一下 我决定偷走部落里最忙的人的时间 时间很宝贵 不是吗 克拉克拉笑了笑 这是有趣的话题 但我不认为这是你最后一个玩笑 随后独臂意味深长地问道 我要问一个只有你才有资格回答的问题 我们死去了 我们会发生什么 成神了成神了 星云终于进阶到了神灵境界 成为半神之境 在独臂吸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问了克拉克拉一个问题 当我们死后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克拉克拉沉默了片刻 因为他也不确定 人们说当你死后你就永远沉睡了 你也认为我们会永远睡下去吗 克拉克拉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你认为我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独臂缓缓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 甲虫神在我们迷路的时候救了我们 所以我相信即使我们死 他也会指引我 你认为这违背了神的指引吗 克拉克拉点头给予了肯定 当我们迷路时甲虫神会指引我 即使死后他也一定会指引我 卢比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问道 你认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当我们见到神明时 会是从尴尬的至今问候开始 克拉克拉交叉着双臂试一谈 我不确定 但我觉得不会那么无聊 那里会有一个巨大的场地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 在这个空间里每当你迈出一步 就会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你的尾巴尖就会愉快地穿过草地 还会有一块巨石 累了可以躺下来休息 天气总是很好 不 如果天气总是一样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有时天气阴沉多雨 也会有一条漂亮的河 真的会有这样的地方吗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有一个家让我休息 因为我不想住在帐篷 这位长者已经厌倦了四处走动 帐篷意味着要再搬到某个地方去 我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克拉克拉抬头看向星空 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达奈了 想必神明也会把星星带上去吧 因为他可以给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看到了无名假虫神的指引 一只蓝色的蝴蝶缓缓落在他的手背上 你看见了吗 但此刻的独臂熙眼前一片漆黑 克拉克拉顿时紧张起来 随后克拉克拉皱着眉头说道 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独臂笑了笑便缓缓闭上双眼 你又想鬼混了 当独臂熙的最后一口气到达蝴蝶身上时 蓝蝴蝶拍打着翅膀飞走了 克拉克拉轻轻地摇了摇独臂的身体 同时喊着他的名字 蓝色的蝴蝶飞出帐篷 继续向天空飞去 黑灵蝴蝶人部落正忙着准备扎银和葬蝶 然后是暮色降临的荒野 最后蓝蝴蝶落在了另一只手的背上 当你死在失落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 星云很清楚那个答案 创造死后世界的条件已经完成 你是否要创建 星云果断点击了确定键 在等级资源信仰达到条件的情况下 玩家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级别 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伴神 并且可以创建自己的小世界 死后的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只要结合精心设计的世界观 玩家获胜的几率就会增加 天堂的概念与地狱一起使用也是很常见 如果地狱是死后唯一的归宿 那就没有理由相信神明了 惩罚应该与奖励相辅相成 它可以传递出维护道德和伦理的信息 也许它能成为一个战士的训练场 因为在死后世界受过训练的灵魂 也有可能会被送回地面 但现在玩家很难利用灵魂所拥有的知识或力量 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信仰点数 可随着游戏进入后期阶段 灵魂将变得对玩家非常有帮助 然而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急于求成 许多事情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刻星云正在思考如何扩展那个小世界 随后给它命名为原始草原 紧接着打开了它的仓库窗口 把所有的灵魂都分散到了草原 数以百计的灵魂变成了蓝色的流浪蝴蝶 降落在草原上 那些自认为是蝴蝶的精灵一旦降落在草地上 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蜥蜴人 并变回以前的样子 但在原始草原它们没有伤痕 没有疲惫也没有致命的疾病 蜥蜴人闭上眼睛 想看看这一切是梦还是真的 不料差点在下面睡着了 这就像克拉克拉说的 是一片宽阔无比的草原 虽然没有石头造的房子 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想必我不需要房子什么的 他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 这也许是最好的礼物